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臣 请还阿玛安 若为昨日之事而来 就免费口舌了 你不是喜欢五蚊弄墨吗 来看看 朕这副竹子画得如何 世人画竹皆用墨色 东坡居士守开朱竹之风 儿臣曾经见过黄马法画朱竹 说起来 朕倒有些羡慕你啊 朕从未见过你黄马法画朱竹 而臣也从未见过黄阿玛在此作画 从前并无机会 宫墙之内天家父子少亲近 也是寻常啊 宫墙之内只求亦所愿之人 也是不宜 天下的事并不是你所求就能所得 但事实无辜 儿臣不得不表明心计 是否有人无辜就那么要紧吗 要紧的是 你选一个什么样的福建 黄阿玛 这么多年 这是儿臣唯一对您所求 儿臣 从小和亲影相识 性情相知 无论它是什么身份 儿臣并不在意 以前你可以不在意 如今 你却不能不在意 跟朕来 是 坐上去 朕让你坐上去 是 儿臣为难 为何为难 儿臣做大不敬 不做为皇命 所以啊 身在皇家 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 你也坐 来 朕坐在这笼椅上 一样不能随心作业 所言所行 都是为了大清基业千秋万代 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 说实话 朕也不能不替你考虑 可你的婚事并非你一人之事 从朕的角度去看 他必须得有他应当的模样 你应该开始替朕分忧了 国事和婚事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 与你合适的未必是你所愿的 你必须做的事 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 每一个决定 有他的所得 也总有他的代价 儿子 儿子明白 复杀是端庄大方 堪比敌附近之选 不过皇阿玛 不过皇阿玛 儿臣还是希望 卿应能在儿臣的身后 有一容身之处 古拉那拉氏 既是你唯一所求 朕就许了他的侧附近之位 是 儿臣信皇阿玛成全 不过高氏也得成为格格 是 甚好 苏会生 奴才在 皇四子弘历 温宫朝夕直逝有客 朕封为宝亲王 朕尔 儿子信皇阿玛龙恩